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课程主要要探讨台达电AH系列的 可程式控制器有关四伏马达 驱动模组的一个使用 特性以及它的应用力 那并当然我们主要分成底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伺服驱动模组的一个使用 第二个部分是驱动器的硬体它的一个配线 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举一个实例来做它的一个动作说明 以及它的功能的一个需求的设定 第四个部分我们来说明它程式怎么去规划 第五个部分就是说明它的一个实际实验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部分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来说明它的一个动作的一个需求 第七个部分就相对于我们所举的例子 一个程式的一个说明的部分 第八个部分就针对我们的动作需求 来看它我们实际实验的一个过程以及结果 首先我们来探讨第一个部分就是伺服驱动模组的一个使用 那本课程主要就是要来说明 来讲解台达电的一个 四五马达驱动模组 使用的一个方式 以及它各部分的一个功能 以及它的一个基础上的一个设定的行星 右边这个图呢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达电的这个伺服驱动模组 它的型号就是ASD-A2-021-M 它的输入电压是220伏特 它的相位是一个相位 而定输入的功力它是200瓦 连续输出电流呢 金光根值呢是1.55安培 然后顺时最大的输入电流也是4.65安培 那右边呢 一样呢 是它的模组呢 在显示器呢 有显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针对各部分的模组呢 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部分呢 红色所标的这个部分呢 是它的一个电源指示灯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它的关节尺连接的一个地方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通信的控制符 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呢 外部数位输入的一个接点 那我们讲到两个部分呢 就是空 用红线呢 我们把它空出来 第五个部分呢 是它显示的部分 有关这个五位数的一个区段 LED显示 整个事物器的一个状态 以及它有没有特殊的情形发生 像 error 错误 这种情形呢 看有没有这边会显示出来 第二个部分呢 操作部 那操作状态呢 有功能参数 以及监控的一个设定 它的基本上呢 有模式的一个状态的输入设定 还有呢 一个左一键 一种是数字的部分 然后呢 上跟下 也就是说 显示器的一个数字呢 加1跟-1 然后 SET呢 就是你把你的设定值确认之后呢 你可用按下 set这个呢 来制定做我们的数字呢 就选择了这个 相次 第七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 控制连接符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主要就是要跟可程式 控制器的一个主机呢 或是它的控制的IO呢 之间呢 做一个相连接 那第八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呢 所用到的 寿服马达呢 因为一般呢 我们要控制它的定位跟定数呢 需要呢 连接到 关节编码器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寿服马达呢 关节编码器呢 所要连接的一个位置 第九个部分呢 就是它串列符 它串列的连接呢 可以使用 RS485 或是 RS232 这个连接器 来做一个连接的一个界面 第四个部分呢 它是USB连接器 主要呢 是跟我们个人电脑之间呢 做一个 新浓口连接 通信链来使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十一个部分呢 因为一般我们驱动器呢 马达在控制的时候呢 会产生呢 比较大的热量 那这些热量呢 我们要有一个 散热的一个专制 第十一个部分呢 有关呢 我们马达驱动的时候 产生热量的一个 根据外接部分呢 把热量散失的一个地方 第十一个部分呢 那我们看到呢 是内外部呢 回升电阻一个连接方式 那连接的方法 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如果你使用外部的 回升电阻时呢 那P正跟C端呢 要连接一个电阻 那P正跟D端呢 要做一个开路 第二个情形呢 就是使用内部呢 回升电阻时呢 那你P正跟C之间呢 变成要开路 然后P正跟D端呢 这个接角呢 我们需要给它短路 第三个使用的方式呢 也就是说 使用外部回升自动单元 就是我们呢 要控制外部的一个 一个启动器的时候呢 P正跟负端呢 要接到我们的自动单元 然后P正跟D 以P正跟C之间呢 要做一个开路 那第十三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 控制回路电源 那这个部分呢 它会提供一个 DC24伏特的一个 电压一个输出 给外界呢 你所要的 接的一个专制使用 那它所提供的电源呢 大概是24呢 直流电呢 加减10%的 这样的一个误差 第十四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主回路的 一个控制的部分 那第十五个部分呢 是四五马达呢 一个输出的一个部分 只要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跟我们呢 四五马达 做一个电源的接头啊 一般我们呢 在四五马达呢 接角呢 UVWR 这三线的一个接角 那不可以主回路呢 电源呢 来连接 只要呢 你是连接错误的话 这个呢 启动模组呢 可能呢 就会遭受呢 损毁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连接的时候 尽量要小心一点 好 第十六个部分呢 就是呢 我们呢 一被接头啦 这个部分呢 一般呢 我们呢 比较少在使用啦 第十七个部分呢 就是 接机的保护端子 因为呢 一般呢 我们的切动器呢 马达在跑的时候呢 有时候产生静电啊 等等这些呢 外部不甘产生的这个电源 信号线 信号呢 或是静电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部分呢 直接接地 让它呢 进入接地线的排泄掉 那空载呢 我们呢 一般呢 我们用价格这样测试呢 我们的马达呢 是不是呢 切动器呢 是不是有正常的一个动作 那寸动呢 当然是以低损数为主啦 那寸动的模式呢 只要做等速度的一个移动 那我们呢 寸动呢 用价格测试呢 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 第一个就是设定呢 P230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设定 P4-05 后面我们再 会再更进一步的 做细部的一个说明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按下 模式的键 然后脱离价格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呢 就是整个呢 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连续的步骤呢 各显示的一个情形啦 就是步骤1 我们按这个显定 0001之后 我们按set呢 输入呢 P230 所定的0001 这哪一个值 那这个是呢 第一个步骤的部分 我们呢 P4-05呢 我们要显示它的速度 是1000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做价格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呢 另外有一个负载箱 在后面呢 右边呢 这个图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负载箱呢 这里面呢 它有安置呢 一个 做一个马达呢 可以随时呢 显示呢 我们呢 这个实际测试的过程呢 跟一个结果 所谓的负载的一个部分 本课程呢 主要呢 就是针对呢 H呢 这个台大电呢 可真正控制器 这个 45马达真正模组呢 它的一些 基本的 这一个功能 以及它的各部分的 一个说明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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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enhigmass 我们 中国